好的 吴婷方面又有最新的消息接近了 我们请导播 把信号接近来 吴婷你好 还有什么消息要补充吗 是的 是的 你好 我们中国的外交部合筑埃塞俄比亚使馆 目前正在继续密切关注有关的进展 使馆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 并与埃塞政府埃塞航空保持密切的沟通 全力为遇难中国公民家属处理善后 提供继续协助 以上就是这次的坠机事件 到目前为止各方的一些进展情况 此外呢 在这次的报道之中 有一个情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在我前往事故现场的途中 遇到了一个中资公司的员工 他一路跟着我们开车去往现场 他说他有一位同事就在这趟航班上 为了自己心里的一线希望 他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 当我们到达事故现场确定无人生还以后 我看见他流着眼泪 默默地捧起了一把泥土 他告诉我要把这捧泥土带回去 因为这就代表着他能把这同事的思念带回去 然后希望他的同事和这次飞机上的所有遇难者 都一路走好 好的 谢谢吴婷的消息 谢谢吴婷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